大家好 18点56分啊 中国呀不光是食品造假哈 食品行业我是比较了解的哈 比较门清的 什么都造假 大家看看这个啊 现在我为大家来模拟一下 翡翠B货的加工过程 你看我们拿一条非常普通的A货手镯 这条手镯是A货 很普通一个斗种 我们先把它酸洗 第一步酸洗 漂白 然后出来以后 它的内部结构比较疏松 就是我们说的坑坑洼洼的 然后内部分析大 我们要把它进入注胶 好 好了 做完脚以后就会晶莹剔透 就像冰种一样 大家看晶莹剔透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质 看上去非常舒服 感觉像个上万的效果一样 这种加工出来的货就叫B货 现在这个文物啊 珠宝首饰啊 这种月高档的啊 这个有点沾奢侈品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俗话说的 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啊 这就是暴力 这不用说 这里边全是猫腻 都是造假 哎呀 这个行业我当然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我只是在大米啊 面粉啊 植物油啊 饮料啊 酒啊 这个这个水果啊 这些东西还大概齐 还能说点 你说到这方面 我绝对是 我不是这行里的人啊 但这行的绝对是暴力 暴力关键是你是那东西也行 你一分钱一分货 你别坑人害人啊 是吧 可是现在 哎呀 在中国你说哪有不坑人不害人的 是吧 从高级领导啊 到基层的泛夫走卒 升斗小民各行各业 是吧 你就你举例吧 就中国就哪还有干净的 是吧 哪还有一个比较纯洁的 也别说纯洁 也别说干净 就是说 基本的底线 这个底线可以非常非常低 现在恐怕都做不到 真的 这中国呀 就没救 中国真的没救啊 聪明的人 说实话 有能力的啊 早就颠了 就跑了 就逃了 是吧 你说留在中国 不是这坑 就是那坑 是吧 走在路上大坑 广州那个摔下去 俩人 就最后 基本上就活埋了 是吧 温州动车 那些人 哎呀 那个这个湖北 长江江段 那轮船翻了 死了好几百 都是上海人多 是吧 这个 各种的这个突发的群众的群体事件 贵州汪安事件 重庆 重庆 万州事件 湖北 十手事件 黑龙江的通钢事件 你就说吧 黑龙江 吉林的通钢事件 黑龙江那年那个煤矿 啊 好几万人上街啊 上万人 开不出工资来 那会儿的省长是陆浩 黑龙江的啊 听说陆浩是老的中宣部部长 陆定一的孙子啊 听说是 所以在中国很多事 是吧 没法说 有机会 中国人可以去日本定居 日本不错 是吧 真的 日本那个饭真好吃 日本的那个鰻鱼饭 是鰻鱼 是鰻鱼啊 反正非常好吃 日本的那个什么谢道乐 日本的河豚 啊 这我们都吃过 真好 日本的气候 是吧 要不是我恐惧 中国大陆用导弹袭击日本 因为钓鱼岛 跟日本发生摩擦 是吧 我害怕呀 所以我躲西班牙来了 这日本的小孩 怎么不到三点就放学了 放学之后 他们都干嘛呢 首先孩子都不用接 自己又走回家了 车多的路口 也有老大爷帮你看着 好多小孩放了书包 就出来玩 因为作业很少 也就一两张纸 另外日本人挺重视体育的 要不和家长一起玩 要不在学校报个课外班 当然那种文化类的补习班也是有的 但是小学生我感觉还是这种放养的 你看着玩的都不知道几点了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这样的孩子童年时光确实快乐 但是对他长大以后的发展是好还是坏呢 等小孩子力吗 今天是日本的法定休息日 早上起来就把自己的运动鞋刷了 不用我们说 因为幼儿园每个孩子都这样 不光是自己的事 中班的孩子已经开始帮忙抬便当了 自立和团体协助 是日本幼儿园最培养的东西 文化课教的真不多 可能他们觉得没到时候吧 自己的餐具也每天洗干净 在幼儿园如果你不会 所有人都进行不了下一步 所以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做自己的事情 动手能力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培养起来了 可是有时候也觉得奇怪 这孩子在幼儿园每天累够呛 不是为了学习 都是干体力活干的 你说这事是好还是坏呢 日本幼儿园竟然发这种东西 防灾报 这幼儿园书是一本不发 发一堆咒哀 也没办法 谁让是多灾的岛国呢 咱们今天去看看都是啥东西 刚开封就看到奇葩了 这玩意儿咋屎呀 说明书上竟然还说 为了环保还能自然凝固 那我必须打打假了 用水试试吧 还写着不但能当固体垃圾 也可以再用水冲掉 一个是枕头 一个是垫子 吹起来之后才发现祖国在大碍无疆 又薄又防冷的被子 打开看看吧 这玩意儿是必须的 牙刷我能理解 问题有地震的从哪找水呢 想起来了 日本每个公园都有水管 而且可以直接饮用 拿个盖这点水就能保密 这玩意儿想的确实周到啊 一个包里头啥也有了 放在后备箱备用吧 但是希望永远都别用到这玩意儿 这日本孩子上学都背啥呀 这么多 今天就和大家一个一个看看吧 先打开这个背包 这是一个遮阳帽 孩子们在操场上运动时候戴的 后边戴个帘是为了保护脖子 这两本册子又是干啥的呢 一本是用来夹幼儿园的一些通知单 都2021年了 还得用信封交钱 另外一本是记录孩子的成长 这是一个便当卡 每顿全吃完的小朋友 才能贴小红红 这是记录孩子的身高体重 已经超标了 这是体检表 每个学期都有一次 除了有一个虫牙 一切正常 这是吃饭的饭服 薄薄的比较好洗 这是擦手的毛巾 茶杯 这是运动服 就算冬天下雪 也得短袖短裤 这是便当大耳装的一些餐具傻的 日本幼儿园只管一顿中午饭 吃完饭就马上自行刷牙 这是既保冷又保热的水壶 肯定有人会说 这么多东西家长可不累坏了 其实大部分东西都是他自己收拾 有时候你想帮他他都不乐意 这才上了一年的幼儿园 变化确实不少 前几期虽然吐槽幼儿园 但是孩子的自力能力 确实归功于他们 本幼儿园小朋友做早饭 看看他今天给自己做什么吧 先打了个鸡蛋 搅拌 小刀切开西兰花 掰下来还要摆盘 竟然还知道切点葱 起锅了 看这技术还算咸熟吧 其实做饭的起因是 突然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 非说做早餐也是自己的事 必须自己做 从他开始就一发五合收拾 这是他最喜欢的大豆 挤好酱油 还要自己调拌好 还有玉米和牛奶 然后自己盛米饭 还告诉我 焖米饭的话是从这里取的 还加了两块自己喜欢的饼干 全部准备好了 大饭 好吃吗 你自己做的 特别香 嗯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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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本的幼儿园学的才是真东西呢 刚才他爸爸吧 应该是中国人 还说 他的理念是没问题 但是他习惯性的有些词汇 他说学校也不让学习 就让他干体力活 谁说学习就是拿着书本啊 学习就是拿着书本吗 真的不一定 是吧 这个学习 这体力活 体力活是动手能力啊 是自立自理啊 这小孩幼儿园才五六岁吧 四五岁就会做饭了 哎呀 是吧 中国人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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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还老瞧不起人家 恨人家日本 你哪如人家呀 你哪方面比人家强啊 真的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小时候没学过这个呀 学校根本就不教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中国的学校 幼儿园 大中小学教的是什么 难道教的是一些 啊 啊 大中小学教的学校 大中小学教的学校